大家好,我是带带家云吃日本的美食日报 今天来到了日本最有名气的寿司女主厨的店 就是在银座的寿司新井的副厨,幸厚棉衣 她在寿司酱和新井修行之后 又到了法国学习了一年的红酒知识 不仅寿司好吃,而且还有很多性价比很高的红酒 新井在二楼有自己的吧台 女主厨妹讲就在同一栋楼的地下一层 不过妹讲也说了 除了金枪鱼的供货商是一样的之外 其他的寿司米啊,酥的比例 食材的进货渠道都不一样 几乎就可以说是不同的店铺 究竟是为什么她能成为日本寿司界最有名的女主厨呢 今天就带大家来云吃 第一道是茄子送面 把茄子切成了丝状,加入了冷的高汤 最上面点出了春野菜的大叶玉三 丝状的茄子浸泡在凉爽的高汤里 吸满了鲜美的汤汁 茄子的自然甜味和高汤的清鲜结合 非常小清新的一道开胃菜 第二道是软煮章鱼腿 切好后还是温热的状态 章鱼腿保持了柔软和嫩滑的质感 每一口都充满了咬劲 同时组织成果冻般的胶状表皮增添了层次感 调味把控的也很不错 不是很重的那种咸甜调味 彰显了章鱼本身的鲜美 第三道是牡丹虾 牡丹虾的质地特别的糯 像是虾里面的纤维都断掉了 剩下的只有糯和甜 看来妹讲的拿货水平也是非常不错 第四道是蛤蜊和炸锅的蜂斗菜 第一道进行了日法融合 在高汤中加入了黄油的调味 让人眼前一亮 复权这道菜稀释的风韵 我也是第一次在寿司店 吃到了加入黄油的料理 名古屋的小蛤蜊虽然个头不大 却充满了浓郁的鲜味 蜂斗菜微微的苦味 与黄油的香气相互融合 形成了独特的口味非常不错 这道融合菜很有创意也很好吃 第五道是炙烤过的带鱼 搭配勾芡过的昆布高汤 带鱼经过炙烤后 散发出诱人的香气 细细的口感搭配上昆布的高汤 是鲜上加鲜的感觉 其实这道令人惊喜的是 茴香丝的加入 茴香散发出特殊的香气 与这道菜形成了意想不到的融合 也是接近了法餐处理方式的一道菜 接下来是寿司的部分 妹像使用的是 富山和宫崎产的两年古米混搭 醋饭略小 口感稍硬 温度也稍微偏高一点 第一罐是蝶鱼 蝶鱼的口感柔嫩 味道淡雅 醋饭完全没有盖住鱼肉的风味 醋饭的微酸与鱼肉的结合 恰恰好处地衬托出了蝶鱼的风味 这是需要细细品的一罐 第二罐是乌贼的寿司 清宁和盐的调味 乌贼只打了树的花刀 刻意地保留了一些口感 清宁的酸爽增添了一丝清新的风味 而盐的加弱提升了乌贼的咸鲜度 在咀嚼的过程中 咸味逐渐渗出来 第三罐是剥皮鱼 这种鱼冬天吃干 夏天吃鱼肉 冬天的能量都继续到干里 而夏天能量还在鱼身中 所以和冬天的不一样 这一罐鱼身的肉味非常的浓厚 和冬天的剥皮鱼是不一样的感觉 第四罐是赤贝 今天的口感脆 香气也多 味道是微微的甜 这一罐是普通的好吃 第五罐是厚切的竹甲鱼 看着这厚实的横切面 用盐和醋进行了轻微的盐渍处理 口感弹嫩 味道淡雅 主厨形容这一罐是beautiful的味道 第六罐是特色的生蚝寿司 这一罐印象十分深刻 长期的生蚝 是那种矿物质感的鲜甜 和奶味的复合味道 挤上一点清凉汁 增添一丝清新的酸味 味道浓郁 整体也不会腻 非常非常好吃的一罐 第七罐是鸟背 浅口鲜 鸟背带了清新的海风的味道 让人感受到鲜美 而在咀嚼中 老被又出现了回甘的感觉 第八罐是车海老 这一罐火候很特别 是用涮涮锅的形式 稍微一涮 保持了虾肉肉质的鲜嫩 刷上了虾的高汤 和酱油混合的酱汁 虾汁的鲜味 和酱油的咸香相互融合 为这一罐的味道增添了深度 接下来是金枪鱼的三兄弟 使用的是和新井一样 山性的侧选金枪鱼 新井派系的金枪鱼都很好吃 赤身颜色粉嫩 进行了浅字 虽然说是赤身 也有恰到好处的脂肪 味道浓郁 带有微微的脂肪的甜 品质优良的金枪鱼 在外观上都与众不同 仿佛都闪着亮光 非常的有质感 这一罐中腹 油脂和吃身肉非常的平衡 最后一罐的大腹 金枪鱼脂肪明显的增多 入口时会释放出奶香 有着非常诱人的鲜甜风味 第十二罐是小鸡鱼 和想象中不同的 居然还是重盐重醋的 传统烟子风格 不过应该还加入了 些许砂糖调味 入口首先感受到的是 浓郁的酸咸的味道 后段有微微的甜味逐渐展现 第十三罐是寿司酱的招牌 就是金枪鱼 大葱和腌萝卜剁碎混合在一起 金枪鱼的浓郁味道占七成 清爽的大葱占两成 最后还有一成是 咸甜口味的腌萝卜 几个味道的配比 吃起来让人感到非常的舒服 接下来是荧光乌贼的热寿司 这个小锅感觉是西餐热油自采 才能用上的餐具 这一道米饭温度高 调味偏重 刚好和浓郁的荧光乌贼的味道很大 第十五罐是马芬海胆 味道微甜 海滩酥脆 在前面这么多好吃的寿司里 这一罐就显得非常普通 第十六罐是煮温格 没想这边温格有专门的甜酱汁 其余的店铺一般都是用了学子的甜酱汁 而这里是用温格的高汤调制而成 很用心 整体口感不是那么粘稠 味道是非常的清甜 最后加上一些柚子皮 这一罐也是比较小清新的风格 最后我又追加了黄瓜的卷寿司 贵切后切成细丝 加入山葵 清爽又解密 一碗热腾腾的鲜子汤之后 是最后的玉子烧 这里的玉子烧也很有特色 上面盖了一片樱花叶 使得玉子烧也有了樱花的风味 也是挺有想法的处理方式 魅想6月就要辞职了 年底在麻布独立 想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店铺 开业后只接受老顾客的预约 想必今后也是预约困难的点 魅想能否凭一己之力 改变在寿司界 不能用女主厨的旧观点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今天又是开心的一天 拜拜 拜拜